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 丹斯里阿杖巴基近日强硬表态 现在反贪会不仅致力于将贪污犯绳资以法 还要彻底剥夺他们的非法所得 让这些人最终走向破产 他说到我要让贪污犯破产 阿杖巴基表示 反贪会将进一步加强调查和情报工作 确保贪污分子的财产无处可偿 他援引2001年反喜前 反恐怖主义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指出 反贪会有权充公罪犯的资产 并将赞款归还给政府 今年以来 反贪会已经成功追回13亿令吉的犯罪资产 这些资金已经全部归还给国家财政 阿杖巴基强调 反贪会不仅要将贪污分子送上法庭 还要通过剥夺他们的非法财富 让他们在经济上彻底崩溃 他解释说 如果贪污犯知道自己最终会因为贪腐行为而破产 那么他们在行动前就会更加谨慎 然而他也坦言 要实现这一个目标并非容易的事情 反贪会的调查官需要具备高度知识和专业技能 才能有效应对贪污分子复杂的财产转移手段 因为罪犯可能会将他们的财产转移给代理人 所以调查和情报工作必须具备强大的力量和法律授权 在谈及一马公司YMDB弊案时 阿杖巴基表示 正是因为反贪会和其他相关机构的密切合作 才能够成功追回本金420亿令吉中的290亿令吉 并将其归还给政府 此外阿杖巴基还指出 反贪会正在向其他国家学习先进的反贪策略 例如卡塔尔的全数字化系统 已经成功降低了贪腐的可能性 这位反贪会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